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事情 对于很多关心台湾问题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 而且你有很多观察的角度 军事角度或者说从外交角度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你身在中国以外的西方国家的这些中国人 如果你支持中共武统台湾的话 如果武统发生了 你在西方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待遇 我今天要讲三件事情 刚刚发生而且发生的三个不同的西方国家的事情 我相信说完以后你大概有个大概的了解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发生在离我们澳洲很近的新西兰 几天以前这个事情也很轰动 新西兰有一个国家广播电台叫RNZ 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 它的性质就相当于是英国的BBC 或者澳大利亚的ABC和SBS 都是要么是由议会直接拨钱 要么是议会直接拨政策是吧 让你可以合法的收取一个费用 来维持运营的这样一种公共媒体 这个不是国家媒体 这是公共媒体 是有区别的 因为他们各自都是有自己的边际自由的 但是因为你毕竟是由议会给你政策给你钱的 所以你多少还是要顾忌一下 代表澳大利亚代表英国 代表新西兰的全民的意志的议会 国会会怎么看待你 有些方面的一些口径媒体口径 那么新西兰最近就突然发现 在过去一年多时间 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 有很多谈到乌克兰这场战争的 或者谈到乌克兰的 但谈到俄罗斯的文章里面 有人夹带了私货 而且这个私货有的时候夹带的非常的不明显 非常的隐秘 比如说他其实就是拿一些国际通讯社 比如说路透社等等 这次发生的重灾其实是路透社 他把路透社文章拿过来是吧 然后他把它放在网站上 但是他会做一些改动 有的时候改动甚至只是一个词而已 有的时候是大段大段的改动 就是把俄方在这个事件里面的 俄罗斯的角度的东西给他放进去 比如说他说2014年是吧 乌克兰发生这个事 当时的乌克兰的广场革命 认为这个是乌克兰的政变 然后后来俄罗斯不是出兵入侵了克里米亚 等等这种乌冬地区吗 在克里米亚展开了公投 这个是不受国际社会承认的 他在里面写就是说经过公投之后 克里米亚被割让了等等这样的字据 有的更加就是大段大段的 比如说他在史里面提到俄罗斯方面 发出了明确的核威胁是吧 这个在路透社的稿件是没有的 但是就由这个记者 而且这个记者看名字来说 应该是一个俄罗斯裔的记者 偷偷地塞了进去 然后过去这一年多时间里面 这些文章就堂而皇之地 在新西兰的国家电台的网站上 还有其他的一些传播媒介上进行传播 这一次他们发现了 这个主要是源自去年底的时候 这还是去年底 半年以前乌克兰社区的投诉 觉得你们发这个文章 很明显是照着俄罗斯的口径走 最近新西兰的电台才发现有问题 重新往回岛把这过去一年多几百篇的 跟乌克兰有关的文章全部过了一遍 当然首先先把这个记者 先给他无限期休假了是吧 先要调查嘛 然后全部过了一遍 把所有的相关东西全部都删减掉了 然后做了相关的一些放了声明 说为什么这个文章是被改掉了 改了什么那些部分 然后成立了一个外部调查组 因为你是一个公共媒体 你如果说自己查自己的话 别人会觉得你在寻思舞弊是吧 那么专门找了三个 这个媒体以外的独立专家 成立了一个调查团 来调查这整个过程 到底是怎么他们把整个编辑过程 到底哪里有漏洞 他们是怎么把这个塞进去的 我个人因为在澳大利亚相应的媒体工作过 我觉得我不知道新西兰电台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在我看来这个流程里面有很多的空子可以钻 就是我如果有我的意识形态的话 然后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是把它英文翻译成中文 那在翻译的时候我就有大量的东西可以往里面塞 比如说我以前专门做过节目讲过的 澳大利亚的SBS电台曾经有文章 就是把台湾President蔡英文 英文的President of Taiwan 台湾总统蔡英文翻译成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很明显就是往里面偷偷夹带东西了 但是这个事情反映上去以后 SBS也就把这个事删了 然后就说报不致歉 下次我们会注意等等 就没有再处理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处理 但是似乎就没有对当事人进行相关的处理 新西兰这个电台的事情还会继续调查 我相信还会有后续的处理 甚至有可能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附上一些 除了开除或者怎么样子 一些额外的一些责任是吧 法律责任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 如果发生了极端事件 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 如果说你没有打乌克兰的话 之前你还可以说我把两边的意见 俄罗斯的意见和乌克兰的意见来平衡一下是吧 大家毕竟还是在国际舞台上 进行一个和平的争辩 一旦你动武了以后 你所有的合法性 哪怕你原来有理的 关于2014年那个到底是广场革命 还是一场政变 当然之前是有争议的 现在已经毫无争议了 为什么 因为你俄罗斯打了乌克兰 因为你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 所以你有理你也不可能再说清 而且在西方国家没有你说理的地方 也不应该有你说理的地方 这个很简单嘛 是吧 两个人比如说两个人吵架 一个人骂了一句脏话 另外一个人拿刀把他捅了 你说这个时候我会去追究骂脏话 那个人的责任吗 第二个故事是昨天刚刚发生在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的众议院 昨天飞速地通过了一个决议案 新闻里面讲大概就用了两分多钟时间 迅速通过 我估计是全场没有什么人去表示反对的 这个议案就是什么呢 俄罗斯他准备要把自己的大使馆 从现在离澳大利亚国会比较远的地方 搬到一个附近的地方 但是现在由澳大利亚的国会出了这个议案 禁止俄罗斯 就直接把俄罗斯这个合同给取消了 不生效 你不能搬到这来 因为他认为你搬到国会附近 对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是有威胁的 这个是由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给出了建议所以政府就决定不这么做 众议院如此快通过 我相信参议院不会有任何问题 OK所以这个法案我估计也是可以迅速 可以付诸实施的 一个国家的国会专门通过了一个法案 来取消一个商业合同 因为这简单是俄罗斯大使馆说我买的地 这是一个商业合同 你怎么能不尊重商业合同呢 但是所有的商业合同里面其实都有一条 如果说你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 或者说由国家的立法 来禁止你这个商业合同发生的话 你就必须 这属于不可抗力 是吧 所以这个故事结合现在在美国 很多州都在发生的 说不允许俄罗斯人 伊朗人 朝鲜人 中国人 中国公民 不持有美国国籍或者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公民 在我们州买地 这个两个例子都在说明 一旦如果发生了武统台湾这件事情的话 很有可能你的商业利益会被殃及 即便就是说你所在国家并没有跟中国 或者跟俄罗斯宣战 是吧 但是民意会导致这个国家立法 去防止你在我们这个国家 继续推进你的商业利益 甚至可能会剥夺掉你现有的商业利益 这个事情其实在二战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是吧 当时美国对德国宣战以后 立刻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用来管理所有日本德国意大利在美国的资产 全部冻结然后管理起来 然后战后用来赔付战争赔款 或者战争受害者等等这样子 有剩余的部分就退回到这些国家去 所以这强大意是个战时政策 甚至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日本打珍珠港 就是因为美国当时因为日本在亚洲 又是打中国了 又是打印度支那 就是把法国的殖民地抢下来了 胡作非为 美国干脆就冻结你所有在美国的资产 然后全部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 导致日本最后就穷雄极恶了 所以商业利益受损是一定的 这个程度有多少很难说 第三个故事是两个月以前 应该说一个多月以前发生在德国的 那么西方的很多右派人士对于这个东西 尤其是西方的右派里面有一些人支持俄罗斯的 对这个事情就非常的不满 因为德国有一个支持俄罗斯的移民 他是非常积极的组织各种各样的游行 抗议去支持普京 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 结果他因为组织集会 然后在集团上说了一些支持普京的话 被德国的法院判决有罪 本来是要判他几年三年徒刑的 要坐牢的 结果法官因为考虑到他有两个孩子 而且现在失业 所以最后就罚了他900澳元 所以西方的很多右派人士觉得 你这不是侵犯言论自由吗 我看了一下法官庭审现场说的 就是说首先在德国 德国不像美国一样 有什么所谓言论自由的 在德国有些话是不能说的 在德国你纳粹里是不能行的 纳粹所有的相关的言论你是不能说的 在美国是可以 澳大利亚也是可以的 甚至于你生一个纳粹旗是吧 这个是不违法的 当然你会受到社区的强烈谴责 承受很大的压力 但是这是不违法的 但是在德国是不行的 不同的西方国家是有不同的言论自由的尺度的 德国的尺度就特别严一点 因为德国有过纳粹的历史 其实不只是德国或者澳洲 其实除了美国以外的所有西方国家 它的宪法里面基本都没有非常明确的 确凿的言论自由条款 此外德国法官判决的依据就是说 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是明确的违反国际法的 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全世界100德国联合国成员国压倒多数 好像除了四五个以外反对 除此以外没有人反对 说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 那么你在主张一个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你本身就是违反德国国内法律的 所以在德国说明确支持战争罪行的言论是不合法的 法官说了你可以说我热爱俄罗斯 这个没有问题是吧 我热爱普京这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可以明确说支持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怎么样 同时德国的议会也立法在德国禁掉Z字图案 俄罗斯是用Z字写在车上 坦克上表达一个入侵乌克兰的 这个图案也被禁掉就像在德国不允许使用纳粹图案一样的 ok 但是具体的细则还需要去落实 因为Z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符号 相比于万字符号 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符号 所以关于什么时候你可以用Z字 用在什么地方 你是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能够联系在一起的 是由执法部门具体发布细则去实施的 所以这一条就告诉我们 如果说中共进攻台湾的话 武统台湾发动了的话 在所有这些西方国家 你的支持中共的言论自由也没有 不但在媒体上 你不再可能会有什么平衡的声音是吧 说帮中共说话的声音 或者中共它说的某一些叙事的方式 是不太可能出现在媒体上 而且就是民间 我说我要去喊一嗓子 我支持武统台湾 这个是不行的 至少在德国是不行的 按照我对澳大利亚法律的理解 我认为在澳大利亚很有可能也是不行的 前面我们讲过澳大利亚剥夺了俄罗斯大使馆的 新买了块地的合同 这是两党共同支持的 OK 非常快就通过了 所以我觉得在德国和澳大利亚 我估计到时候你是不能够享有这样的言论自由权的 不管是哪个党在台上 这跟党派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一个事实 不管是德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都没有直接跟俄国开战 如果你是注意新闻的话 你知道在乌克兰 很多人在喊怨说乌克兰没有言论自由了 在一个战争状态下 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允许你有言论自由的 你说我还能在乌克兰支持俄罗斯普京 立马给你当成战争临时状态 当成叛徒给办了 这个都是属于合法的 即便在一个法治民主自由国家 进入战时状态的时候 这一切都是合法的 合理的也是 那好 如果这些国家真的跟中共交锋了 会怎么样 会不会比这些情况更加的严重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条底线的 我们知道有些人会故意推一种说法 如果说澳大利亚跟中国真的是因为台湾问题 或者其他问题兵刃相间了 到时候所有在澳大利亚的华人 全部要进集中营是吧 包括一些在澳大利亚比较活跃的华人的议员 这个说法其实说白了 就是像现在的 前我们提到的俄罗斯说 俄罗斯可能会因为乌克兰战争爆发核战争一样 这是一种讹诈的这种说法 OK 就是用来吓唬你的 吓唬华人也好 或者吓唬澳洲的社会也好 我自己亲自去新南威尔士州 当年关押了日本囚犯的集中营去转过一圈 是吧 我对此也有很多思考 我觉得如果战争真的发生了 澳洲已经不再是一个坎坷了 是参与其中了 而且这个可能性是极大极大的 很多人在怀疑说如果台海战争开打了 美国会不会介入 美国现在几乎是肯定会介入 美国介入了以后 它的盟国会不会介入 目前看来是肯定会介入 无非就是以哪种方式去介入 我们讲如果万一澳洲开打了 所有在澳洲的华人 尤其是那些支持中共的华人 你的自由会大大的受限 但是这个受限是有底线的 就是不管再怎么你的自由受限 都比你在中国支持澳大利亚 来的要自由的多的多 安全的多的多 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没有疑问 你在澳大利亚支持中共武统台湾 跟你在中国反对中共武统台湾 哪一个更安全 前者更安全 但你一定不会有现在这么舒服的日子 而且不但是在那以后 在那之前 比如说你之前定的合同 你之前在媒体上篡改的一些词 都会被修正过来 并且从此成为一种标准 那些帮中共说话的人 还有另外一种话术 就是说到时候发生了 管你是支持中共还是反对中共 你但凡长得像中国人 都会受到歧视 是吧 这一点多多少少都会 所有人都会有受波及 这个具体还是取决于你这个社区 在对待这个事情里面 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态度 你如果像是很多像俄罗斯人 积极地支持俄罗斯 支持入侵的 那么对你俄罗斯社区的形象 肯定是有损失的 所有人看你俄罗斯人都会低看一眼 我之前节目里讲过 法律界现在接俄罗斯人的官司 已经非常谨慎了 因为他们觉得 你直到一旦你是表现出来是个俄罗斯人 你在陪审团面前就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那我帮你打官司就亏了 所以社区的整个态度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这个社区是坚定地表现出来 反对暴力入侵的 那我觉得你的社区的情况会有所改善 那么就算你的社区因为一些害群之马 而不得不蒙受一个普遍的扩大甚至是扩大化的歧视的话 你能做的就是从个人保护好个人的安全去划清界限 大家可能还记得二战的时候这幅著名的话 是吧 我已经呈现过很多次了 就是在二战的时候 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 所有在美国的 不管是华人或者任何的亚洲人 看起来像日本人的 都有点人人自危 那这个时候一名华人女士就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旗 怡然自得地在迈阿密的海滩上晒太阳 一方面保护自己 第二方面向所有人证明 亚洲人或者是中国人并不都是站在暴政那一头的 我对面是一大片的水面是吧 水有的时候的确 有的人就喜欢把水搅浑 把所有人都绑架在一起 虽然我们不可能把这整个河里面的水全部过滤掉 但至少能保证我们脚下这一片水是干净的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请大家给我点个赞 拜拜